这个口诀 这个口诀是四不一问 它是希望 我们遇到导盲犬的话 不要抚摸 不要呼叫 然后不要喂食 也不要拒绝 为什么 大家想象一下 假如今天有一个适当朋友 他在使用导盲犬的话 可是 使用者 适当朋友要过马路 可是如果你却看到导盲犬 却觉得 导盲犬好辛苦哦 我要喂他吃一只鸡腿 哎呦导盲犬好可爱哦 我要去摸一摸他 这时候导盲犬 他心里就会被受到诱惑 他就会很骄傲 或者是他会稍微的分心 可是呢 这时候对适当朋友来说 这趟马路 就会变得非常的危险 所以你一个抚摸 你一个喂食 你甚至一个呼叫 都容易让导盲犬进行分析 而影响一个适当朋友之后的安全 所以千万记得 只要他是穿上背心 或是穿上导盲犬的时候 记得 不要呼叫 也不要喂食 也不要抚摸他 嗯 那 我没了